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展出的这个反皮草PEACE这个问号这个活动 是在讲说不要去伤害动物去使用动物的皮毛 然后来让自己感觉好像看起来时尚很屌这样子 其实不要伤害动物它跟穿得很时尚它是可以并行的 现在科技已经很进步了 有很多那种合成皮的技巧 有很多先进的那一种制作那种 看起来好像真的毛皮的那种技巧 我们不需要再靠伤害动物去让自己看起来很时尚 那有一些嘻哈歌手 或者是一些年轻人追求这些嘻哈歌手 他们会穿一些可能比较毛皮式的一些装饰品 那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也是我刚刚讲的 尤其这个现象很普遍 尤其是在外国 那我们台湾的歌手也是有 可是相对的没那么多 可是我就是希望说这首歌能够让听到的 不管他是不是歌手 反正只要是他听过这首歌的人 他下次再决定要买这些这种品质品之前 他可以三思 或许可以想到这首歌 或者想到那个MV的画面 想到这个东西里面要传递的讯息 然后我觉得希望可以造成一点连改变量